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要有预告 同学我昨天预告什么股票 请问我上周预告什么股票 其实我每天都在预告股票 都有预告 通通都有预告 其实我每天的动作都一样 除了预告之外就是明着公开跟你讲 当然投资朋友近期有点疯狂 有点陷入疯狂 都在寻找什么被遗忘的AI 重点不在台北股市 重点也不是在AI 同学大家都搞错方向了 已经正在喷出当中同学 而且是喷大量当中 在喷的过程当中好像会压缩到其他个股的表现 所以近期很多股票没有涨不会动 正常的现象没办法 因为大部分的资金都集中在少数的个股 所以你看到台北股市 它是假象的假象 但是时间一旦拉长 只要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最后你就会看到答案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什么 我今天想要分享新的股票 好开心喔 好开心 因为我分享的都是独门独家的 来吧再看一遍吧 来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挺正军 我都在讲独门的 这一档股票应该全市场只有我在讲 它叫首例 它没有动的时候 低档布局 拉上来一段 轻松90% 那这永德就不用讲了 轻松啊 对不对 那独门的新喷股 集优坚还是创新高 对不对 那该提心里头是没有 该先避开 先避开 先避开 当然要先避开 你要先避开 你才能够来什么 来布局啊 那请问我有没有问你 上周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印象 你可能忘记了 我问你说这一档股票 它会不会过前高 按赞就可以来试吃 请问它到底有没有过前高 公开答案 预付 今天亮灯涨停 有没有过前高 创新高 该跟你分享的 波音大涨会跟谁联动 当然是风达哥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投资朋友来仔细看 今天现实现量 我要跟你分享最新的 最新的在这里 投资朋友 最新的 最新的新标股 我很少字卡上面出现新标股 投资朋友 你今天来按个赞 来试吃 先体验看看 先赚再说 有赚就会有感觉 你来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什么叫新标股 这题材待会我都会讲 好 我的节目的风格 我都有预告 而且我会提醒你 哪一些是指高档区的 你不要乱追 该提醒你 我都会提醒你 但我不知道你们听进去 那大家还是在封AI 我没有办法 真的 没办法 那什么叫该提醒你 有些时候该提醒你 就是说相对性高档的 高档报大量的 你不要追 但是你可以去寻找 去复制 这些标股 他们为什么会标 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来看一下电脑 这是今天的台北股市 看图说故事一下 开小评高收低 跌118 3734亿 我看图说故事 我讲完了 那我要表达是什么 我说其实有些时候 你要该避开 你要先避开 涨多的股票 你要先避开 你要先避开 你就能够减少损失 减少损失 那跌升一定会谈 一定会谈 谈是要让你跑的 讲过很多次了 有些时候 涨多了不要追 但跌升他一定会谈 那反弹是让你跑的 3443的创意 也是如此 希望你们不要去抢 投资朋友 但我相信你们也不会去抢这种股票 这股票已经跌了700块了 700块你没有听错 他已经跌了700块了 从2000块跌到1300 跌了700块了 暂时不要去抢 就算你要抢也是反弹 你就是要跑 反弹一定要跑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前 我们讲现在的好了 现在最标的应该是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 银帮 这个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很久 好久以前 郑君有讲过 过去我们就不讲了 那为什么会这么标 先看一下他的营收 营收 各位投资朋友们发现 营收从 3亿4亿6亿 挑到创新高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6月 单月的获利2.75 已经逼近了Q1的3.75 所以股票他才会喷才会标 不是吗 那先前华欣光在标什么 华欣光也是在标 标营收 营收一直喷一直标 从1亿 喷到2亿 对不对 好 那有没有其他什么股票 我们可以来如法炮制 尤其是近期所公告的 单月的获利 单月的获利 可以逼近 第一季的获利 当然有 昨天就跟你分享了 那昨天时间上来不及 今天来再稍微提一下 这档股票叫泰铭 我再次的重申 我不是看好LK99 不是 我看好的是他千酸的另外这一块 千酸的电池这一块 因为在中国的报价早就什么 早就上来了 投资朋友 而且他的第一档区 第一档区的报价已经开始慢慢的回升了 投资朋友 重点是投资朋友 我刚才也讲过了 这档股票他第一季的获利 一块钱 泰铭 但是他六月光六月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可以赚八毛一 一季才赚一块钱的公司 六月单月就已经跳出了八毛一 那不像银帮吗 像非常像 那喜欢买银帮的继续追 那我的股票是在第一档区 那第二季的财报已经公告了 是不是又比第一季好 上半年已经快要三块钱了 因为这家公司几乎是百分百配息 为什么 前年赚四块钱 你有看过人家赚四块钱 配四块半的吗 很少 投资朋友 赚四块配四块半 连续去年赚4.05 再配四块 几乎百分百配息 那上半年已经2.89了 那今年可以挑战五块半到六块 那请问他今年会配几块 算都算得出来 但是现在你不喜欢这种股票 因为他不是AI 他是千酸电池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时间久了会还我公道 就像你刚刚看到这一档股票 他要再看一遍吗 我问你他会不会过前高 你好像不太相信 再看一次 我们都是有评有据的 我们说今天涨停板 我们再来放鞭炮 不是这样子 来 我是先预告 我问你他会不会量比价先行 会不会过 当然会过啊 投资朋友已经过了 亲爱的 亲爱的 我们来看一下电脑 来 刚跟你分享是这样 股票9927的态明 我不是买这边 我也不是买这边 我是昨天买的 我昨天是逢第一买进的 那我今天又问你 会不会过 会不会过 会不会过不用争辩 看量 没什么好争辩 那有什么好争辩的 看量就知道答案 那这是日线 看月线 看月线我就知道答案 看月线 亲爱的 亲爱的 看月线我就知道了 投资朋友 他不是AI 你喜欢吗 你当然不会喜欢 你怎么会喜欢 但时间久了 慢慢涨上来 或许你会喜欢 但我再三强调 我并没有要去打压什么AI 因为AI我讲过很多次 AI还是可以买 但是属性不同 要看你个人的属性 如果你是属于积极的操作者 当然可以买 你停损设好就好了 你也不用怕 那大家最爱的是哪一张股票 是伪创 来看一下 太多人问了 我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回答 很简单 哪一根是最大量 这一根 这一根最大量 它的低点是在110块 所以近期只要伪创没有 伪创没有跌破110块 那你就反弹 反弹你还是要跑 反弹你还是要跑 那当然信不信就随便你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去强迫你 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 因为我是乱保守型的操作 没办法 带太多会员了 我这边讲究是实际上操作 我没有办法呼隆每一个会员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没办法 好那今天来跟同学分享一档新的标股 来 还没有赚到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来试着去寻找 营收是创高的 但是它创高是 它不是跳跃式的创高 它就是营收一直上来 那获利的部分也要看得到 不是只单看单方面 营收你要看 营收要持续不断的成长 那获利 获利最好要有三级跳的 更棒 来看看这张股票 来 这张股票今天开放试吃 我很少在自然上写新标股 那今天按个赞 按个赞来试吃看看好不好 那我先讲一下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有人入主 强貌 强貌入主这家公司 那我先交代一下 我今天跟同学分享这档新标股 它的营收跟获利 都是季季高 尤其它7月的营收 再度的喷高 用季的营收来看 或季的获利来看 都是季季高 那我想请问投资朋友 第二季的获利 比第一季要多的快三倍 而且他上半年已经公告财报了 8月中旬要公告所有去 这个第二季的财报 那上半年的财报 已经追到去年的全年 跟什么有关 我已经写出来了 那这个这个就就把它涂掉 因为这太好猜了 太好猜了 高压什么低压什么的功率元件 那这一档股票很简单 按个赞就有了 而且你不会怕 你买这个股票你绝对不会怕 你真的不会怕 而且你眼睛会发亮 我给投资朋友看一下 我曾经 我曾经在节目上 有推荐过的一些标股 所有的模式都一模一样 我给投资朋友看 他的这个近期的营收的一个状况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的营收从2000多万 2000多 3000多 4000多 5000多 8000多 9000多 1亿 7月新高 1亿2 从2000多万 3000多 4000多 5000多 跳到1亿2 同学 再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年真的部分 年增从 这十几%还好 跳到30%还好 重点 他后面已经开始翻倍 越翻越多倍 7月年增已经快两倍了 同学 8月 最少三倍 老师 今天才8月8号 你跟我讲8月三倍 不要忘记 我的强项 财报 你们要看到什么 要看到8月的财报 你要等到9月10号 但我好像有特异功能 我有特异功能 我都先看得到 不然我怎么会问你 会不会过钱高 预付 为什么 很简单 预付的第一季的财报 才5毛 5毛 5毛 今天公告 第二季的财报 1块 第一季的财报从5毛 到你今天早上看到 1块 所以 亮灯涨停 轻松 会不会过钱高 我讲过很多次了 我只要每次问你会不会过钱高 我对的几率相当高 这是保守 这是谦卑的讲法 我刚才问你了 太明会不会过上周的钱高 拭目以待 但这股票你不爱 这个如果是什么AI 你的眼睛 不追 对不起自己 今天限时限量的好康 我希望你来参与 来体验看看 在低档区买都没有压力 甚至我这边的操作 我会做快速的调整 什么叫快速的调整 来看一下电脑 上礼拜最火红是这一档股票 各位有没有印象 就是跟那个什么LK99都有关系的 那我是在低档去买的 对不对 但是我看不对 我看不对我马上卖 我卖还没有什么赔 赔不到什么钱 但是我卖了我换什么 我换风达科 你有没有印象 你有没有印象 你们要懂得做转换 你要懂得调整 那风达科7月的营收 创139个月新高 包括这一档股票 你今天看到财报了吧 原项3227的原项 他7月的财报 创新高 这边看不到对不对 这边是从3亿多4亿多 7月财报已经跳到 我看一下看得到看不到 好像跳到5 你们都没有在看 7月5亿 明天 不是明天后天 后天有的 后天有线上法说 好 想到后天 我想到明天 明天有什么事情 明天要去参访一家公司 这一家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节目上有讲过 我们有去参访的公司 你们有印象 我曾经在节目上有讲过是哪一档股票 20几块钱 我说我们去参访 你有没有印象 我先给你看电脑 来 你有没有听过我在二十几块讲过巨响 你有没有印象 你会记得吗 你有印象吗 老师这都没有 不好意思 不是这 你有印象吗 来来来 如果你是我的粉丝 你看我节目有看超过两年的 你有没有印象 我说我们有团队去参访 那参访的时间也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那为什么从二十几块 涨到八十块 我唤起下你的回忆 两年多前我曾经讲过 因为我觉得节目上我不太想讲这个 我怕你们会觉得什么我怪力乱神 我去参访公司也是怪力乱神 一般的分析师是没有办法去参访公司的 没有人会理你们 绝对没有人会理你 我不会骗 你说我们去参访一下AI的伪创 你信不信 你到伪创根本没人要理你 那为什么巨响可以从二十几块涨到八十块 你有没有印象 我曾经可以看过在一个会议室 就巨响的会议室 上面有放了一顶帽子 Lamborghini的帽子 你有没有印象 有想起来的有 那明天明天要参访哪一家公司 这一家 我的字卡呢 我找一下 我节目很随性 我的节目就是想到什么 我就说到什么 就是昨天送给你的 今天有没有掌 没掌 没掌你还敢讲 你不要以为我开玩笑的 有些不太不太不太能讲 那我用看的好不好 我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明天八月九号 一二三四五五个人 内湖 这家公司在内湖 这家公司在内湖 真的不是吹牛的啦 慢慢看吧 台语说慢慢看 看出一条算 你慢慢看 再讲一次 今天限时限量 要请你们来拿标股 我讲过其实 标股它都有一个模式 就是你从它的营收 可以看出端倪出来 就是它的营收会从 很少 慢慢增加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我曾经有讲过一档股票 叫做华逊吧 有没有印象 十几块钱 那这档股票好像涨的 涨到蛮夸张的 涨超过五倍 它当时候的营收 就是从一千万 两千万 三千万 四千万 五千万 六千 七千 八千 从两千万的营收 跳到八千 而且它不是跳 它是慢慢的缓步上去 很像这个 很像 那没跟你开玩笑 来来来 很像这样子的感觉 很像现在这种两千 你们看 去年都才两千多 三千多 四千多 五千多 六千 没有六千 八千 九千 一一 一一二 很像 非常像 今天 你看完节目 你按一个赞 来拿新标股 我很久没写新标股了 这一家公司强貌入主 营收目前是创新高 获利也是季季高 第二季的获利是第一季的快要将近三倍 上半年 上半年的获利已经追到去年的全年 跟这个有关系 投资朋友 你猜得到的 你不用按赞 你也不用来拿 你就自己买 但我相信猜得到的人是不会买的 但我相信聪明的人 不用猜 聪明的人看完节目按一个赞 就新标股了 为什么要猜 不用猜 老规矩 看完节目按一个赞 这档新标股 立即分享 中场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限时限量 来拿新标股 来看一下新标股在这里 同学 新标股 今天看完节目你按一个赞 你可以来立即试吃 先赚再说 他的七月营收已经喷高 而且是从2000多喷到1亿2 这种股票 我跟你讲 将来一定喷一定标 那他有谁入主 有强茂入主 那营收跟获利都是积极高 他的产品你自己猜一下都猜得到 那我相信猜得到你不会买 倒不如来看完节目按一个赞 来先来体验 先来试吃 来感受一下 什么叫新标股 没有赚到你没感觉 等到你有赚到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非常有感觉 希望你今天看完节目 按一个赞来领新标股 这档股票今天全面开放试吃 只要看完节目按一个赞 立即来体验 这么体验 很简单 我们仍然是老规矩老动作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